《加拿大風情》主持 加拿大華人企業家陳若去Pius 資深理財顧問宋浩輝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加拿大風情》 今天我們沒有特別的話題 但首先要說一下 我們BC省的油價回穩 有價回穩 即是甚麼意思呢 入油便宜了 我還拼命在這裏訂電車 有價回穩 都是149而已 但我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我不記得了 在風癲之前的標準價是多少 現在是15多 想當年入油是399 先說一年前 一年內 最低的時候是12多 很簡單 我昨天拿去Pontorban入是9.8千 如果1公升 9.8千 9.8千是多少 一個加倫 你算一下就當是1.36 即是美國用加倫 加拿大用公升 不是我已經計算了 我已經計算了1.36 1.36加倫 現在應該是一個模擬度 現在徘徊在 你走去Super Safe 那個最便宜 你走去Super Safe 那個最便宜 Super Safe 那個最便宜 他便宜那些 人家那些是90 他可能做些89 你不要進去那些 那麽高級的那些 就去美國進去 因為加拿大9.1 這個標準很厲害 9.1 很瘋 很瘋 其實主要的油價 有時候不是原油的價格 高還是低是影響到油價 很多時候就是煉油廠 就是煉油的市場 究竟它能不能煉到那麽多油 即是你的Crued Oil 原油不是這樣可以進入你的車 因為它有一個煉油廠 是提煉過的 那些才發去油站 才可以加入你的油 所以煉油廠的供應 其實是主導了有些格格的升降 即是如果電油廠 即是電油廠 譬如電油廠要等待停 譬如兩個星期來維修 那時候油價就會升 又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知道 新聞我們即時看 譬如今天電油廠有事 今天有新聞 但其實反映到我們的油價 其實中間大概有多長時間 即是不會明天馬上走 我猜有三分之一是稅 只剩下上水落落的那些 那些不好就不會變的 上水落落的那些 就是真正市場的調整 嗯 嗯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為何 在加拿大 或者香港的朋友不同 我們日後會比晚上貴 晚上的時候會瘋 是會不會再上升 那些是特地調整的 晚上七點半後便便宜了 吃飯的時候便宜了 吃飯後便宜了 吃飯後便宜了 但晚上便宜了後便宜了 到晚上便宜了 到晚上便宜了 那時候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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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懶得換牌 但是有時候有時候說 因為那些87點了 有時用完以後 突然間加拿到 用完以後便宜了 開放最上升級的9月1號 那價錢加上87點 不過這些很少 很少做到的 不過它通常走勢如何是 通常夏天的油價更貴 可能用薪也更多 而且很多时候练油厂在夏天时做维修 可能夏季时做这些比较容易,不会冰天雪地地做 维修,譬如要关于这厂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另一厂又轮着来,供应量会少了 但需求量就增加,因为夏天的人喜欢去旅游和多开车 冬天时也会早点回家休息一下看电视 但夏天时,不如开车出去逛逃花城去探浪文 先去购买一下 有多大抗计 要抗计线就行了吗? 其实现在有问题 现在不只是本地的油价 有时候外地的战争,俄乎战争都影响油价 跟我们无关 我们的供应都不会去俄罗斯混油过来加拿大 一样是影响我们的油价 他们的高低,令到这里也有讨论 这里的油价 世界紧张,我们不如又加一加一加 其实现在俄乎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俄罗斯的油价基本上已经混入了市场 中国又买,然后印度又买 这一个问题就是OPEC一直控制油价 而且他们一直减产 所以油的供应 它们减产,令到油的供应 一直在70-80元的位置 不过我认为现在 现在还不看风使尽利呢 99%在街上的车车变了电车 他们都减糟了 但大家不用入油 没那么快 因为这些货车全部都是行油的 Tesla有大型的货车是用电的 我想那一架会贵 那架会贵过F150电 不过什么呢 无论如何 航空公司都是用油的 因为没有电的大飞机 波音电机还没出现 迟一点 因为电池那么重 你放在车里有四个车 我说你想飞上天 那个重量和推动力 那个比例可能不是很合理 油电两用的 有些飞机现在研究了 可以试飞了 今天有个朋友想问 油电的SUV 他就造成 Benz Massay-Benz EQS 但他就说原来 Benz现在是完全没有油电混合的车 有 他有一架小价 一架A车内的街上也看到 很少的 Pyus的朋友就不会买那些尺寸的车了 我问Benz的金牌销售 他说没有啦 他说你一买油车 一买电车 他嫌价格低 不然推给你 哈哈 你买什么呀 不要买了 你买什么呀 OK 说完这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可能 人们也有用的 Jacky肯定有用的 Norman就未必用的 就是原来加拿大有机会禁忽音 即是TikTok 现在我们总理杜鲁多 现在是关注它的安全性 如果他们研究了之后 觉得它有 安全泄漏的问题 可能就是加拿大禁止它 这个新闻是怎样呢 就是说 TikTok就是 归于一间公司叫做 Soul 字节跳动 跳动是怎样的 英文是怎样的 即是跳舞 不知道什么是Digital 什么东西 这间公司是中国的公司 在2020年 就把总部搬到新加坡 就是想给别人一个形象 就是它不是一个中国共济公司 但是美国有很多政治人物 认为中国政府是随时可以 取得到它的用户数据的 包括所有用户的罗篮的历史 即是搜索历史 它究竟在哪里使用这个手机 上这个应用程式 以及所有内部资料 都可能被人备份了 将来需要的事先 下来使用 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参议院最近 批准了一个法案 禁止任何美国联邦雇员 在公共设备上使用 TikTok 美军也禁止任何军用设备 在上面使用这个程序 如果他们有这个禁制 他们对安全性或保密性 是有一个 不明确的看法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总理 办公室 就是受到保守党 提出这个关注 总理杜鲁多表示了 他是很关注这个 非常热门的社交媒体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用 或者是自己不用 你也上去看上面的东西 因为其实 你进去看也挺好的 很多东西看包罗万尤 甚至有些人 把那些电影 他们自己将它 撤掉了 即剪了一个很短的片段 也介绍了那套电影给你看 有时你一晚就可以看到 几十套电影 了解了整集 他把键点告诉你 如果同一个逻辑的话 你认识就更重要 你认识就更厉害 认识就更不重要 其实TikTok就好像 等于我们的Instagram 很多人用这些 放了很短的片段 在这个片段那里 可能他带个讯息 分享家庭状况 或者去旅游 知识什么 在这个状况之下 很容易 如果我们关注Jacky 就可能随时 触到他 今天去哪里 明天去哪里 跟什么在一起 背景是怎样 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物 在这里会不会暴露了很多 不必要的信息呢 VChat更暴露了 更多 不 我可以说一点 其实VChat 主要的 运作模式 就是一个 chat room 好像我们常用的 WhatsApp 对话式 比较多 甚至 他自己有一些版面 就是 post你个人的 朋友圈 朋友圈 都已经很薄弱 因为限制非常之多 而且 偏向文字 但是TikTok基本上就是 短视频 不断短视频 那些人就 抢 看观看 或者其实根本上 设定了 譬如YouTube 你可以选 随时跳 看哪一 可能我五分钟的视频 我只想看最后三个可以按 但是这种短视频 是你不能按的 它是不断重复播 那就是 但是 反而你个人的私人 反而更少 你Vchat个人的私人更多 是 我明白的 因为Vchat就是 他的娱乐包装 在TikTok那里做得很好 那些人很喜欢 动步机在那里跳舞 或者是做些很奇怪的东西 去抢眼球 其实当中 所站到的私人 就是 不小心拍到你家 或者你可能拍到他车牌 其实他们是很低防范 因为是一个娱乐的包装底下 但是Vchat你始终譬如说我现在加个朋友圈 我加个新的朋友 我可以选择只是让他看 check的内容 我不让他看我的moment 即是自己的版面 还有这些设定 但是就是因为那种娱乐的包装 令到很多人 甚至年轻人 会用来做工具 或者有些人 将这个平台做一个搜寻的东西 因为他都可以搜寻到一些 key words 或者是一些 背后的计算法 所以那个资料被取得的 机会 分一会更大 因为就是说 原来你容许他会 譬如你的手机里面 你可以live跳舞 也可以 你跳完没有 上去也可以 如果你开通了你的手机的 gallery 或者是photo album 里面的东西就是 他在后面拿了你都不知道 这是其中一种 再加上你个人资料 location 或者用户的习惯 等等 这种东西就比起 你怎样在vecheck 拿走了你的硬的资料 就是另一种的滲透 我同意 我跟你这么说 因为这个 TikTok来说 吸引了很多什么 小朋友 小朋友很喜欢看到 很有趣的视频 小朋友 是进入了小朋友的圈子 其实我觉得 你看看 如果你是不是华人 不是华人人士 基本上是用vechat的机会 是很少的 西人不会用vechat 最非他真的有些华人的朋友 可以上去沟通 TikTok已经打入 西方社会 很多人都用了 在美国都滲透了 基本上是 我们赚钱的 很多明星 或者球星 各方面 加拿大的政治人物 什么都是 新民主党 联邦新民主党的 早面城 都用的 党领 我觉得 政府关注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滲透面是很广 大部分人都没有防御性 喜欢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本身的产品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人想有一个平台 是 放一些自己的 信息 上去分享 或者有趣的东西 我相信 这是很好的交流 就算是 因为 Facebook那些 很多时候 都是你的朋友圈看到 但是TikTok那些 基本上是 全世界 突然有一套影片 放上去 而吸引了眼球 可能全世界 几百万人 突然会 走上去 欣赏这套影片 你就会有很多好处 会有这个情况 而且它用了这个短视频 加自动不断重播 这个方程式 所以它的观看数 比于YouTube高很多 无端端有些人 就是一个普通人 突然在扭迷 扭迷 8秒 可能你刚刚看到它 当你刚刚手机摆住 你未必8秒之内 立刻走 8秒之内重复的时候 你已经当看了两次 所以 比起 传统YouTube频道 这样计算 你的观看数 会高得很快 然后那些人 就是会有自我良好的感觉 更加投入去做多些 希望取得这些 这些 这些 followers 或者view 然后期望 有商业价值 就是在这个 媒体世界 大家觉得 我多view数 我多followers 我就会有 barketing power 可能拿到一些 sponsor 拿到一些 好处 或者有人会在我 下广告 这个思维 是会令到 大家觉得 那样东西 是更加 我要做多些 特别的东西 我要做多些内容 然后 亦都因为短视频的原因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 我需要搞这么多东西 拍下剪片 我总之 随便 捱到十秒八秒 我就已经做了一件事出来 他那种满足感 又很快 所以大家就把 生活上各个事务 都放下去 很容易就 透切了一个人的生活 比起之前说 你拍片 又要弄一些节目 又要弄一些东西 再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 有没有美顏 等等 其实全部东西都 超过了 大家就很热衷 去投入制造内容 其实我觉得 有些人真的无厉害 有些人 摘暗瘡 都可以做一条片 摘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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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很多人想 那我又不知道 你这么从后来看 我觉得很奇怪 这些都是一个 热衷的 有些人 譬如他 丢个自古戏 原来丢个冰箱玻璃 你看着他一边丢 一边丢 丢整个组组组都没丢 他竟然摔断了 最后丢了一个 那些人就 坐在那里 什么时候丢了 无形中被他吸引了 其实这完全没有趣味性 自己退后一步 无林沙层 是很消耗时间的 而且会影响了很长的思维 好像被他麻醉了 好像有些 无形中 你看看看看看 就变成了 这些人会偷偷的 为什么你会多长时间去看 看完了 其实对你 知识没有增长 什么都没有 是一个空白的时间 虚度了 但是你不知道 但是可能这就是一个治疗 是吗 是吗 也有 但是我其实不明白 他跟Facebook 或者IG的视频 有什么分别 都是短片 都是在那里看 为什么看TikTok 不看Facebook 或者IG 大家都是三十个短片 TikTok本身 里面有很多工具 在那里 比如帮你美顏 帮你剪片 还有很多教你东西 我都看到很多 就是iPhone出了新的14版本 那些人就会 做一个短片 有一个短片 可能有分十条短片 第一条短片教你 如何改一些 设定 就是 改了之后 会令到你 省电一些 有些会令到你 运作快一些 有些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短片 有些就是 有一个训练的狗 短片很简单 就是教他一件事 教他起床坐下 有时你刚刚养的小动物 就会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聪明 我教他都不行 他真的有一个方法教 又成功 可能你慢慢就 吸引了这件事 是本来你完全不懂这个人的 就是因为 盲蹤蹤地撞到这个信息 而这个信息刚刚打中你心处 你想了解多些 那你就会不断暗花时间 这就变成了你无人中 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以前很多人都说 回家去看电视 追剧集 现在就不用了 现在差不多是 on demand 就是你拿着手机 去到哪里 你想要看什么 你是可以 譬如今天看一套片 看了15分钟 停了 你明天拿着手机 又可以继续追下去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很多东西 你可以连续做 而是按你的时间表 例如Jackie突然要接老婆 买你车子等 她还没下来 可能她还在追着 继续继续继续做 可以做这些事情 以前是不行的 以前是按时按刻要回家 我们在录影机 六几五分钟 现在就不是 现在就是 全部on demand 就是你有需要 找事做的 所以变成了整个世纪界变了 即使我也有用的 但是通常也是 保守党的议员就是说 这个其实对我们影响也很大 因为一样这么普通的东西 如果大家都要用 突然 政府 禁止了 例如你以前 收入三分一是靠你 在这里放视频 突然没有了 你必须这么快找回收入的 或者你的 观众 听众 那个频道 是全部都用这些 突然没有了 从头要再找过这些收入 他这个主要是 保守党 共追猛打 就是要求我们执政的自由党 就是针对这些 究竟我们会做到什么 如何保障到加拿大的 国家安全 和和民国的讯息 是不会洩漏 就是呼吁对这些 短视频的共享应用程序 进行一个深入调查 是确保 它里面 是外国的政府 是没有任何影响力 是可以令到 我们的国家安全 有一个威胁 讲到有毛马程式 我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 谁做这些 都有机会 Facebook也有了 他就是要靠这些资料 去买钱 不过Facebook 有点不同 Facebook 是维护自己公司的利益 来做这些事 他现在是害怕那些 就是一个国家 要求 要求任何的 任何的产品 要提供国家 Facebook那些 比如加拿大政府 要求Facebook 提供内幕资料 他可能反对 他可能找律师告你 他可能用 侵犯国人私隐 或者是 之类的 可以抗衡你 但如果是 比如在中国 可能是 这个 不存在这种 的问题 GOOGLE也不太好 休息一会儿 先说GOOGLE 多谢 不,不,不,不